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应该是我们老艺术家们独创的一种技法 它其实是我们张普方言白剑直译音 张普剪纸它是养剪为主 阴剪为辅 我是以阴剪为主 阳剪为辅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面有销售过一阶段的剪纸 头几年还好 大家还可以接受 但是后来环统的一些红通通的剪纸作品 已经真的不符合现代的一些审美 时尚的年轻人 他会觉得说 这样的作品已经是out了 综合了这些运速的考虑 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突破 不管是从剪纸的技法上 色彩上面 还有一些构图上面 我们都进行了创新 当时有人提出这样的一种设想 挖掘我们民间最传统的东西 跟他们时尚的东西来一次碰撞 剪纸作品给它运入在我们的衣服上面 还有包包 还有些雨伞 甚至跟茶文化相结合 张普的剪纸又是非常传统的民间艺术 然后怎么能够跟这种时尚 而且还是跨界的结合 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看好 慢慢的大胆的去做了 池上的购物袋 首先是讲究环保 那个材质上面 我们是采用了杜邦纸 在上面印上剪纸的图案 把一些传统的精华的东西把它体验出来 融入到里面的字母当中 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认为最好的传承就是创新 每一种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 在我们的剪纸作品当中 融入了一些现代的审美意识 我觉得是应该赋予了它一种新的生命